两岁出道,12岁爆红被称为日本第一童星的安达幼石 近年来,频频凭借不老的童言被无数人羡慕 生活两个孩子的他穿着小学生的衣服与同龄人站在一起 却一点看不出违和感,反而人不敢相信 眼前的他已经40岁 40岁的他还凭借不老的容颜登上了杂志封面 上天给了安达幼石一张稚嫩天真的脸 却给了他最残酷的生活,被压榨的童年 1981年安达幼石出生在日本东京 因荣望可爱,年纪两岁的安达幼石就拍了第一支广告 许是看到了安达幼石身上蕴藏的经济价值 原本不富裕的家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安达幼石进入娱乐圈后,他的妈妈便辞去了工作 成为了安达幼石的经纪人 自此,安达幼石成了家里的摇钱树 任何工作邀约,妈妈都来者不拒 在安达幼石五岁那年,因为怕参差不齐的牙齿影响他拍摄电视剧 妈妈不顾医生的反对,强行给安达幼石带上了假牙 安达幼石的童年毫无幸福可言 他没有童年的朋友,没有家庭的关爱 没有自由的生活,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片场记忆 1994年,12岁安达幼石出演了电视剧《无家可归的孩子》 创下了当年全日本电视剧最高的收视率 安达幼石更是因此获得了日本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他在剧中的台词《同情我就给我钱》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制作方趁热打铁紧接着推出了电影版《无家可归的孩子》 和电视剧《无家可归的孩子2》 依然由安达幼石主演,不出所料同样大获成功 安达幼石一跃成为最炙手可弱的童心 甚至活到了台湾、香港 片酬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超过了许多异线明星 年幼的安达幼石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然而这些钱却全都被妈妈肆意挥霍了 安达幼石只能从中筹取一小部分当作零花钱 比如拍一只广告可以获得200日元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安达幼石的娃娃脸却一直没有变 演什么都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这极大的限制了他的戏路 合适的戏也越来越少 眼看摇钱树即将凋零的妈妈坐不住了 为了重新获取关注度 他瞒着安达幼石和杂志社约好了拍摄永着写真合集 并且威胁他如果不拍 他面临的就是巨额违约金 无奈之下还为了20岁的安达幼石拍摄了人生中第一套泳衣写真 果然写真一出立马轰动了娱乐圈 有记者问他拍摄写真是害羞吗 或许是迫于母亲的压力 当时的安达幼石回答 因为是在游泳池和海边大家都能穿的泳衣 所以不会害羞 多年以后当安达幼石再次提起这次拍摄时 略带无奈的说 因为当时同心的身份工作量减少了很多 而母亲是我的经纪人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帮我接了一些工作 所以就选择了拍摄那组照片 在母亲的压榨下 安达幼石一点点长大 然而更让人无语的事情发生了 二 初恋变继父 18岁那年情动初看的安达幼石 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因为几乎一直待在工作的片场 安达幼石接触不到同一人 他喜欢上了一位工作人员 这位小哥哥是影视幕后工作者 因为长相帅气 在多次合作之后 安达幼石便对他产生了感情 并且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让安达幼石没想到的是 有一天妈妈把初恋带回家 并直接了淡的告诉安达幼石 从今天起他就是你的爸爸了 初恋便禁父 这种狗血的情节 让年幼的安达幼石大受打击 电视剧都不敢写的剧情 居然被安达幼石的妈妈做出来了 即使多年以后接受采访 他也谈恋 接受不了母亲的狠狠爱 自此母女二人的关系直线下降 安达幼石迫切希望逃离 这个让他感到窒息的家庭 三 欲渣男前夫 24岁那年安达幼石遇到了他的第一人丈夫 32岁的搞笑艺人 锦虎田润 锦虎田润第一眼看到安达幼石 便被他可爱的模样所吸引 虽然两个人的年龄身份地位都不相匹配 也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但是在从小缺乏家庭关爱的安达幼石看来 就是一个可以给他温暖的人 安达幼石急匆匆的嫁给了锦虎田润 被吸引在家相夫教子 可惜的是 这段婚姻并没有给安达幼石太多的庇护 仅仅三年多便传出来两个人离婚的消息 原因是丈夫一直拈花惹草 讽刺的是 两个即将解婚之时 曾有记者问安达幼石 担不担心丈夫会出轨 在一旁的锦虎田润 信誓旦旦地打包票绝对不会 男人的打脸总是来得太快 四 未转型排全罗血针 成为当亲妈妈的安达幼石 为了养家打算重新进入娱乐圈 然而这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 一米五三的身高 肉嘟嘟的娃娃脸 成为了他最大的羁绊 而一向喜欢作用的妈妈也没能安分 在五十一岁这年 成为了情欲片的女主角 对于妈妈的出货行为 安达幼石羞愧万分 她公开发表声明 表示与妈妈断绝来往 付出的安达幼石 接不到好的资源 只能在电视剧中 出演一些不重要的角色 以前把她捧在手心的导演和制片人们 也总以 你不合适 等下一次再合作 把她借口拒绝她 2013年 32岁的安达幼石为了转型 拍摄了主题为 转大人的全罗血针集 想挑战全罗传戏 或演坏道会被丢鸡蛋的大坏蛋 然后一直看着她长大的观众大叮眼镜 2014年 安达幼石如愿接到了情欲片《华笑道》中 在剧中 她饰演一位为爱赴死的异计 全罗出镜 给自己打上脱心的标签 但是这部剧并没有说到预想中的反响 紧接着在扣传出演的紧急审讯室中 安达幼石用短短几分钟的演技 征服了观众 转型成功的安达幼石 视野开始回暖 重新成为了广告界的宠儿 五一四小三上位 在拍摄写真集时 她与摄影师桑岛之辉 在合作中擦出了火花 并与2014年携手进入了婚姻 不过这段恋情却备受质疑 原来桑岛之辉在认识安达幼石时 其实是有家庭的 两人合作结束后 桑岛之辉与前妻离了婚 然后传出了与安达幼石恋爱的消息 不过安达幼石始终没有对这些传言做出解释 在婚后的安达幼石生下了一个儿子 出版了一个写真集 我我 2018年凭借着在综艺中挑战了四个年龄跨度大的造型 38岁的安达幼石一步了容颜重新博的关注 无论是4岁 10岁 15岁 20岁的造型 看起来都没有违和感 她似乎永远是那个水灵有活力的小姑娘 可能是因为自己也出演的情侣片 安达幼石已经与妈妈和解 看着这母女俩的照片 不得不让人感慨基因的强大 已经生过两个孩子的她 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 萌萌的大眼睛 俏皮的短发 粉嘟嘟的脸庞 让人怀疑岁月究竟有没有爬过她的脸 人生的前40年 安达幼石一直在演绎不同的角色 而真实的生活也好似电视剧般跌宕 人生接下来的路 不知道安达幼石会去往何方呢